奔驰全新EQS纯电SUV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EQS SUV与EQS轿车同样基于纯电平台正向研发 拥有3210mm的轴距 但是在车长方面会比轿车略微短一些 设计方面因为SUV车型的缘故 所以没有采用弓型车身 但风阻系数仍然低至0.26 除此以外整台车基本延续了EQS轿车的设计风格 内饰方面与EQS轿车的同样非常的相似 1.41米长的MBUX超联品在使用体验上 在老牌豪华品牌中处于领先的水平 包括整体的做工以及氛围灯等等 都展现出吊打竞争对手的水准 空间方面EQS SUV为7座车型 第二排支持电动调节 但腿部空间并不是特别宽敞 而后备箱空间则非常富裕 在性能参数方面 目前EQS SUV总共推出了三款车型 输出功率分辈为265千瓦和400千瓦 均搭载108.4千瓦式的电池包 最长续航里程达671公里 EQS SUV标配了可达4.5度的后轮主动转向功能 售价方面可以参考EQS轿车84.5万元的起价 预计两者相差不会太大 在刚刚经历了一次价格调整之后 这台EQS SUV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